好 朋友们 接下来咱们就用这种不占内存占硬盘的方式来去改一下文件修改 不占内存占硬盘 相当于就是说我要生成一个新文件 然后打开旧文件 循环旧文件 然后找到你要改的数 然后给它改掉 改掉完了之后 同时就写到新的 每一行 每一行都边读边写 从这个文件读 往那个文件写 这么一个逻辑 好吧 咱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吧 文件的修改 就直接写到这吧 好吧 修改文件 咱们就不用R加模式了 那你就是什么呀 好 我呢 首先要用R的模式 就是直接普通读的模式 我去看看 我打开一个F 这是一个旧文件 是吧 然后打开一个F Fnew 是吧 新文件 那我也可以叫什么呀 兼值.new 这样行不行啊 区分开 然后它是W模式打开 它是创建 好吗 那这个时候呢 所以干嘛 我就首先我要改 我要替换 比如说我要替换什么呢 做一个替换吧 我把所有的深圳全都改成广州 是吧 深圳都不改成广州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你就循环每一行都判断一下 有没有深圳 有深圳给它替换成广州嘛 是不是啊 那我就要先old str 是吧 等一个深圳 是吧 新的str 是吧 等一个广州 是不是啊 然后我就去循环我的旧文件 是吧 循环旧文件 循环这个F 然后呢 你得看 你得判断每一行 每一个旧文件的每一行里面有没有深圳 对不对 你就if 这个深圳 是吧 因这个 因这个什么呀 因这个line 如果在 是吧 那你就干嘛 把深圳进行替换 咱学过这个sufprat的替换 对不对 其实就是line 等一个line.replace 是吧 replace 就是写什么样 old str 把old 替换成new 就可以了 就替换完了 是吧 哎 这就 然后呢 你同时要干嘛 是不是要写到新文件呀 对吧 那就在这个地方f.yf.new.replace 什么呀 white这个line 对了 你看 他这里只是有深圳的 他给它替换了 没有深圳 没对拉进行任何操作 对吧 那你就 就相当于原封不断地再写回新文件 写回新文件 然后最后 这个什么呀 f.close就可以了 f.close f.new.close 注意了啊 我有的时候我文件可能比如说这里我都没有写close 对吧 注意了 你不写close 你程序结束的时候它也会自动给你close 但是建议还是写上 好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写close 那你的文件就一直打开着了 你程序又不结束 那文件它已经操作完了 它就一直打开着 除非你程序结束了 所以建议就是用完了就立刻关闭 好吧 不然浪费这东西 那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那ok 那这个时候 你现在你就改完了 看没 就这么简单 我们执行一下 它会产生一个新文件 大家看是不是一个new 大家看new里面是不是深圳没了 全都变成广州了 对不对 ok 吗 能力讲的就这么简单 这样才能产生修改 那好 那同志们 但是这里有一个产生一个新文件 其实我最终想要的就是说 你这个既然已经改完了 你把新文件再替换成旧文件什么的 你把新文件覆盖为旧文件 是不是 那怎么办了 那你怎么覆盖 你想要覆盖 那就注意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干嘛 要用到python的一个工具包 python用工具包 注意了 我不知道之前讲不讲过python就是怎么用工具包这个事 我再强调一下 哎呦 脑子不好吃了 那这个因为我录课的 就是隔三差五的录 对吧 就是不是一连串录下来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前面讲的啥细节 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记住 因为我的课件有的时候也没写那个 那这个你要想用工具包是这样 python它是个万金油的语言 对吧 就可以做各种事情 这所以可以做各种事情 是因为它有丰富的第三方的工具包 就是各种程序员给写的 我用python读个excel吧 我用python画个图吧 对吧 我就封装好了 贡献到这个开源社区 然后大家就可以下载用 好吧 那相当于就是你想把钉子钉到墙里 对不对 那你干嘛 你就得有个锤子 是吧 那锤子在你平时不带着 对吧 那你要想用它 你干嘛 你这个专门从工具先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叫import 导入工具包 导入什么工具包呢 OS 这个工具包是干嘛呢 就是进行一些跟操作系统进行交互的 创建个文件 删除个文件 修改个文件 每个文件都可以用这个 在这个麦克上就是OS.rename 对 在麦克上OS.rename 在这个在这个Windows上是什么呀 Windows上我记得不叫OS.rename 看一下 Windows上叫OS.replace Windows上叫OS.replace 命令一样的 Rename 然后呢 把这个什么呢 看一下 它的语法 什么呀 啊 fizer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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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ame a file or a dictionary 那应该就是 它也没有写哪个参数代表什么 好 那应该就是 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 应该就是 这是旧文件 对吧 然后呢,我们就干嘛呀,rename all the files to the new file,对吧,然后我们改一下,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你看,改完了,正好改反了 对吧,应该这个是,第一个是new file,第二个是old file,对吧,因为你看改成new了,对吧,这个这个这个,怎么怎么怎么还有,这里本来有的就有广州啊,那就得重新改过来,重新改过来啊,我们再来写一遍,那正好它在吹起颠倒一下,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再给它重命名一下,refact 注意了啊,我看一下啊,现在它是有这几个值的,是吧,啊,这是几个值的,然后呢,我们执行一下 不行,大家看,是吧,还是这个,对不对,啊,没有产生new file,其实产生了,只不过被我们删掉了,太快你没看出来而已 卧槽,怎么回事儿,怎么没了,数据,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难道哪里出错了吗,os.renamenew file,哦,fuck,忘了点new了,现在你创建了,用double创建了一个,这个text的,对吧,然后就把这个给覆盖掉了, 重新来一遍啊,好,对吧,没有报错,看看,数据改了,对不对,朋友们,这样的话,啊,就是,啊,这个,这个叫,叫什么呀,就是替换,啊,替换,啊,这是修改,修改,在内存的方式的修改的一个方式,大家自己写一下,好不好,写一下,基本上各种软件啊,对吧, 包括learning上的一些命令,我直接给你,啊,就是替换文件里的内容的这种啊,基本上也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好吗,OK,那,到此为止,我们的文件操作,基本上就讲完了,就常用的这些操作功能都讲完了,啊,好吗,大家自己来,这个,把整个的都,都练习一下,都练习啊,然后呢,最后我给大家出了两个练习题,一个练习题呢,就是,你可以干嘛,写一个脚本,写一个脚本,可以干嘛, 允许,就是,看到没有,通过执行这个脚本,啊,通过执行这个脚本,然后呢,你这里,后面输这个,啊,字符串,啊,就相当于把这个写成一个命令了,啊,然后执行,输入这个旧字符串,输入新字符串,输入文件名,他就会把这个文件名里的这个进行替换,但是这里有一个新知识,新知识就会是什么呢,去读取这个什么呀,读取这个,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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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用户的指令,从文件外面读取, 这个指令,啊,从文件外面读取指令,而且这个的话,好像也没讲过,是吧,那,那,我就顺便讲一下吧,顺便讲一下,这个呢,也会,读取外面的指令的话,也会用到一个工具包,啊,也会用到一个工具包,这个工具包是什么呢,啊,给大家写一下,啊,读取,读取,读取外部指令,应该讲,不能叫外部指令,叫外部参数, 这个工具包,啊,你不能这样执行了,你要通过命令方式,因为你要给他输这个什么,输这个,输这个,输这个参数嘛,对吧,你就直接, Python3,Python3,Python,Python不行,Python,然后读取,是吧,你什么也不写,看到没有,什么也不写,他,他,注意了,C4ARJV,会干嘛,干嘛呢,变成一个列表,这个列表,第一个元素,就是这个文件名,看到没有,你后面可以跟参数,哈哈,嘿嘿, 小,小,圆圈,小小节,whatever,大家看,你每个一个参数用空格分开,它就是一个元素,看到没有,那,你们知道怎么做的吗,啊,你通过这个东西,相当于你把外部指令读到,然后,对吧,然后按照我这个要求,对吧,哪个是旧总算,哪个是新总算,哪个是文件名,你自己去处理就行了,是不是啊,OK, 这个写一个全局退换的程序,啊,另外一个就写一个模拟用户登录的程序,对吧,让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然后你把这个信息,你,你,你,对吧,你,你,你这个用户的信息保存在文件里,对吧,然后呢,如果它输错三次了,你就把它锁定,锁定了,然后呢,你要锁到文件里,就这个锁定的这个状态,锁到文件里,因为下次登录,你就先检测一下这个用户有没有被锁定,那这个你来实现一下,这两个如果你都能搞定,文件操作基本上就拿不到你了,好吧,OK, 我们就拿到这里